大概是4月左右左右 是的 第2位 一定是第2位 是的 那樓市怎樣看現在的狀況呢 就是樓市會旺到多久呢 因為看到現在的成交都比較多 但是價錢要怎樣去呈現出來 是不是也要價格比較低一點 其實在今年的年頭到現在 其實整個地產的銷售都非常過往 因為除了很多不利因素已經消失了 還有接下來有一個減息的因素在 很多投資者都全部都出來了 剛剛說到減息 就是說連儲局可能會遲些 首先減息可能是比我們想像中的慢很多 那你怎樣看這個因素 都會不會影響到香港的樓市的狀況 我想其實你見到這幾天 那些樓市的消失的情況非常驚慘 90%應該對那些事應該就沒什麼影響 那剛剛都說到 就說很多豪宅方面的雜財產都有 那豪宅方面又怎樣看呢 預期的走勢又是怎樣呢 我看回我們今年的銷售那個結果 其實訂的樓就一定有人去淳清 而且我們的成交也都不錯 是的 那這個定價有什麼因素呢 差了同區同期和最近正在賣的幾億 那其實都價錢都是一般市貨 而市民可以接收得多的 是的 最近其實一手盤都紛紛地推出了 因為見到設達之後 那其實購買力市場的購買力又成不成功得到呢 還有你預期和購買力又有 就是還剩下多少呢 我就不敢估計得很好 但其實應該就不會去哪裏 因為看回最近期呢 很多大手的成交都嚇了幾個單位 那其實都全部都投資一下 市道都其實我們看市道其實都是趨向好的 好 請問一下學校的主打 他什麼時候上升 學校的時間 哦 我們其實已經是準備好了 基本上 所以呢 預計呢 短時間裏面呢 希望可以盡快推出市場 好 好 建不見到管地客和民內地客 他們的比例是比例是多少呢 民內地客入市一部分 有沒有加快了些少呢 其實都見到 好 其實近期一些全新樓盤都可以見到 很多國內的一些買家 當然啦 是因為這個香港設立 其中一個原因 那麼 但是 都有很多國內的買家 現在真的在近期一些銷售的樓盤出現 那工需盤和浩雜盤呢 你們看不見到價格之間會有些風氣的狀況 他們的走勢會怎樣去行 我覺得廚宅方面其實跟商業比較有一點落差 不過接下來的氣氛我覺得廚盤都慢慢慢慢淡化了 我想問一下剛剛也說了259個 特色會是怎樣的? 特色會大概理由 less than 10% 左右 主打是什麼模型的單位? 主打基本上就是以兩行為主 如果投資者入市的話 他們會偏向選擇什麼單位為主? 其實我覺得投資者大部份都算了一幅 因為比較容易收縱一點 還有現在很多國內的專程 除了我們說買樓 他們很多市都會做一些樓 而且那個價錢其實都很便宜 他們都很便宜 因為過去三年COVID-19的情況當然是差了 但接下來我想是轉得很厲害 都差了 還有沒有其他問題? 會不會補?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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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們都會上價單的 沒錯 很長 更辛苦一句就是 剛剛都問到 就說 適口可能都要維持一半 就是比較有長一點的時間 其實你怎麼看 這個因素 會否真的會影響樓市的走勢 會比較長一點 就是樓市的復甦 可能可以再長一點才呈現出來呢? 我想太久了 因為你看最近的成交 那些中數 其實比幾年前多了很多 我覺得這個消息都不太久了 太久了 很快消化了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一下小鐘